出埃及记 第二十章 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 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甲领出来 除了我以外 你不可有别的神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 也不可做什么形象 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白雾 不可跪拜那些想 也不可侍奉他 因为我依恶华你的神是寄邪的神 恨我的 我必追讨他的罪 致父及子 直到三次代 爱我 守我尽命的 我必向他们发慈爱 直到千代 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 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 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 当纪念安息日 守为生日 六日要饶碌做你一切的功 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首的安息日 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 湖北 湖北 身处 并以城里寄居的客旅 无论何功都不可做 因为六日之内 耶和华造天 地 海 和其中的万物 第七日便安息 所以耶和华似乎于安息日 定为圣日 当孝敬父母 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寺你的地上 得以长久 不可杀人 不可奸引 不可偷盗 不可作假见证献汉人 不可贪恋人的房屋 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 湖北 牛驴 并他一切所有的 众百姓见雷鸿 闪电 嚼声 身上冒烟 就都发展 远远的站立 对摩西说 求你和我们说话 我们必听 不要神和我们说话 恐怕我们死亡 摩西对百姓说 不要惧怕 因为神降临 是要试验你们 叫你们时常敬畏他 无知犯罪 于是百姓远远的站立 摩西就挨尽神所在的幽暗之中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想以色列人这样说 你们自己看见过程天上和你们说话了 你们不可做什么神想与我相配 不可为自己做金银的神想 你要为我煮土坛 在上面 以牛羊为凡击和平安击 凡击下我您的地方 我必到那里四福给你 您若为我煮一座石坛 不可用凿成的石头 因你在上头一栋枪距 就把坛误会了 你上我的坛 不可用台阶 您的露出 您的下皮来 看满adic功能 未经许多久